妈 我知道这两天您胃口不好 我特地给您拌了一个小餐 吃一口吧 我不吃 端下去吧 喂 你好 宝贝 春宁 是我 不好意思那么冒昧打电话给你 对不起你打错了 没事 没事晚一点我再给妈做一份给她送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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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送上一个老朋友的真诚问口 看到你如今生活得这么幸福美满 我挺为你高兴的 对于曾经给你造成的感情伤害 我一直很不爱 你能接受我这迟来的道歉吗 世界很小 也许我们还会在某条街道的转角处相遇 我要求不多 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微笑 一个微笑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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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好 好 施总 进 好习惯都是养成的 施总 你找我 麻烦你帮我做杯咖啡 跟昨天一样 往而重现 施总 你这个咖啡豆真的那么贵啊 我吓唬您的 你也信他 就是普通的豆子 我朋友去中南美旅游的时候带回来 吓死我了 你闻一下 你赶紧泡 泡完了赶紧出去 是 可以泡了 是 施总 我说句话呢 您别不爱听 你啊 看着挺讲究的人 实际上 喝咖啡也属于牛饮一足 并不知道咖啡的精神是什么 你闲着没事就别在这儿跟我普及 你的咖啡支持了 对 正好还要给你布这个任务 都江水岸的标书 你帮我做个附件 把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数据附上去 记住 资料一定要全面 数据务必要准确 什么时候要 我说明天要你给得了吗 没问题啊 好啊 咖啡 放着 好啊 行了 行了 没东西我自己慢慢收拾 你弄完了赶紧出去 哦 吃啊 来吧 咖啡 走啊 咖啡 好啊 我来啊 好啊 好啊 知道了吗 你啊 什么呀 блок 你跑啊 你着什么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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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你快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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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你在这 我报警了 快点 你快点 你快点 你听话 你赶紧的 你先坐我 这样子 你这是干吗呀你 你这是干吗呀你 你这是干吗呀 你这是干吗呀 你弄疼我了 我怎么弄疼你了 你干 赶紧 你快 你快点 你快走开 你弄疼我了 我不许 我不许 你赶紧的 你给我我就不走 我不给 我怎么能给 叫什么名字 快点给我 你怎么烦人啊你 我烦人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给不给不给 我不给 我就不给 最后一次那 我叫不给 Analytics 快快快 你听话 听话 我就不给 我请你 许已不拉 我侄рь你了 рын 好 喂 芝芝 真是丑人多作怪呀 怎么了你 我原来以为只有长得帅的 年轻的小鲜肉才有资格划心 没想到长得这么丑 还这么划心 你怎么了 又跟那个小男友吵架了 谁有小男友啊 我什么时候有过小男友啊 我一直是一个单身贵族好吗 你在干吗呀 陪我出来喝一杯 不行啊 我也想喝一杯啊 可是今天我加班呢 估计已经得干通宵了 真羡慕你 我也想像你一样这么忙 忙前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事 你加班吧 挂了啊 好 紧张 好不 气死我了 你再玩一会儿 那你还没跟你说话呢 来 反正我回去也很无聊 你再让我待一会儿吗 不然 我们去打游戏啊 我请你 打你妹啊 哥困了 哥想睡个没容觉 你给我装 是不是一会儿潘总要来 你说傻 潘总放着豪宅不住 跑我这儿干嘛来 别想蒙我 满屋子都是他的味儿 谁规定我就不能喷 跟潘总一样的香水啊 不能 算了 我爱的男人不爱我 何必赖在这儿 给人当电灯泡呢 祝你们有一个 浪漫甜蜜的夜晚 我走了 等等等等 我的数据线没呢 我走的时候 你回来这一手 想好转 去步 走 走 一二一 杜江市离地震带不远 当然在过去的百年之内 杜江并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地震 不过对地震因素的考量 是不是也应该成为我们设计的一个指标 或者是一个方向呢 喂 诗总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 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 我查到杜江水岸这块地 在土地出让之前 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规划和城市设计 而且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审批 我需不需要把这些设计和规划 附在标注后面 晓晓 你听我说 杜江水岸它只是一个商业项目 它并不是具有公共效益的国家重点工程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之前有任何的规划设计 而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创意 好吗 好 那我知道了 你还在加班呢 对啊 我跟你说 这投标呢 就好比是做体操作 它分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两种 那每一个公司自己的创意呢 这个就是自选动作 而另一方面 你对整体项目的把控 这个叫规定动作 而往往能够决定投标最后手机的 就是规定动作 明白吗 我明白了 那好 那我就先挂了 等等 怎么了 你还没吃晚饭吧 还没呢 不过我忙完了就去吃 我包工桌上有酸奶 自己拿着喝点 别饿着肚子 好 谢谢石总 晚安 晚安 She don't stand, don't cheatin', my baby Oh yeah, she don't stand, don't cheatin', my baby Oh yeah, she don't stand, don't cheatin' She just don't stand inside and realize, oh, my baby You do me, baby, don't fightin', baby Oh yeah, she don't stand, don't cheatin', my baby Oh yeah, she don't stand, don't cheatin', my baby 美女 一個人啊 石總 诗总 诗总也泡泡呀 下班了就别叫诗总了 叫诗光嘛 或者小诗也行 小诗光 谁派你来的啊 他怎么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好啊 怎么心情不好啊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不好 那我陪你喝杯酒吧 看来同事真要沦落人难 怎么说 都是单身狗 你说感情甜蜜 爱情顺利 谁一个人来这儿泡巴呀 闪着杀手再给你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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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有失误的情况你知道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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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红色 呗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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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在二十一世纪 都可以成为十五分钟的名人 谁说的 安迪欧和说的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崇尚成功的时代 是一个造神的时代 只要你成功了你就是神 你只要成为神 你干什么都是对的 你看脏海设计的那个歌剧院地 你能看吗 库哈斯设计的某金融大楼 那个设计图能看吗 但是你只要成为了神 所有人习惯性地对你顶礼膜拜 有人习惯性就借力使力 没有人会傻到去跟神较劲 把神拉下马 除了你那个闺蜜林孝孝 林孝孝日诚你不高兴了 她就没有让谁高兴了 她 她怎么了你了 她就是一个舍得一身寡 也把皇帝拉下马的义类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闺蜜林孝孝 她从小就这样 她就是德行 就是一根鸡 见了南墙都不回头那种人 咱这个时代这种义类 倒是越来越少了 我不跟义类生气 她奴去看 她有个人 我们也不可以 这个麒麒麒麒麟 想喝 但我感觉 有点儿 还会提醒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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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在哪儿 我听见你了 谁啊 给我出来 我听见你了 你出来 你要是不出来的话我就报警了啊 你出来 回来拿点东西 没想到在办公室里光着脚还挺舒服的 对 寂寞难难 寂寞难难 爱 因为时光不在 我喜欢你呀 你喝酒啊 你喝了 咋的 咋的 你 你跟谁喝的呀 你管得着吗 不是咱俩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上我那儿什么 你怎么没去你不跟我说一声 打电话你还不接 为啥要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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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也没闲着吗 那叫你跟小甜甜滚床单 你去我那儿了 啥时候去的 不是你都看见了 反正误会你听我闲着 我为什么要替你解释 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解释 你是我什么人呢 你爱跟谁玩跟谁玩呗 你爱跟谁滚床单 你就跟谁滚床单喽 你喝多少酒啊 你这醋吃的一点必要都没有 小甜甜到我们家 那是去给我送资料似的 我吃醋 这是是我家吗 我来我来 我吃醋 我吃醋 吃醋 我来 进 实总这个是标休的附件 您看一下有什么需要调整 好 坐 你看看哪里还需要补充的 我再回去接着坐 这个是 这是我从赵沟的避暑水店 引申出渡江的历史文化 风吹荷花水店 像姑苏台上燕无亡 这个引申不错 这是李白的诗句 历史上避暑水店将花香运用到了极致 长松修竹 浓粹蔽日 这不正是我们渡江水岸要追求的意境吗 不过我们得承认 目前我们的设计过于现代了 跟渡江沿岸的历史文化不太搭 当然我知道 石总要追求的就是这种 不搭和有落差的效果 这个又有什么意思 什么叫密斯的原则 改变了大都市三分之一的天际仙呢 这是汤姆沃对密斯的评价 石总不是也是密斯的忠实信徒吗 我就是在附件里将 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 东西方美学做了一个连接 我是密斯的信徒 不错 那你呢 你会是辅佐密斯的那个伟大的才女吗 我才不是什么才女呢 你要不是才女你告诉我 这么大一份标书附件 我就给了你一天的时间 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别告诉我你是在网上百度搜的 不是 那你也没时间去图书馆呢 这些大部分都在我的脑子里 别想想 你知道 渡江市是一座很有历史文化的名城 那我这个人呢 向来就崇尚现代建筑 讨厌传统建筑 就因为这个 当时一时冲动从建筑线退了学 我知道 石总的经历 早已经是快智人工的传奇了 你手在这工为我 你就告诉我 从你的角度上来看 这一次我们的胜算能够多大 我想吴李强的中期汇报 已经给出了答案 也就是说我们只是陪伴 你觉得吴李强 他还是比较喜欢 现代和传统结合的风格是吗 可是现在离交标时间 已经不到一个月了 从这个角度讲 一切的方案已成定局不是吗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不得不说 你给标叔配的这份附件 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这样吧 我给你放个假吧 给你一天时间 让你回去补个觉 不用了 我现在就是回去睡也睡不着了 还有一件事情 你如果实在不习惯穿高跟鞋的话 以后可以不穿 没事 我都习惯了 那行 师兄 有什么事您再叫我吧 好了 你可以把车开回去了 这车归你了 别啊 我刚就职不想这么高调 这还叫高调啊 在外兼职的人又不止你一个 你怕什么呀 你整天骑着自行车呢 才叫高调呢 你都快成了建筑系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了 而且我给你选的这个车啊 车体空间特别大 今后咱们带单单出去玩 是个比较方便嘛 来了 我做事情呢 有我的原则 拜托 好了 我一听你说什么原则啊之类的 我头就大了 行 那先放我这儿保管吧 你想要的时候你就随时开走 谢谢 那我走了 好 施总 离交标最后的待来 还有二十三天 当中客出国定一家人 满打满色还有二十天 你说 我要用二十天的时间 重做一个项目 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 会 施总 不是说 不封魔不成活吗 今天 我就封过一把 为什么中庭不能设计成可移动式屋顶 因为我们设计的是住宅 是给人住的 我们设计的不是体育场 可是我这么设想 是为了环保节约能量 如果我们采用兼具透明感和断热性的三层外墙 再加上可移动式屋顶 那将节约百分之七十屋顶 我设计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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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分钟之后继续 我们可以把中庭变成一个空中开源啊 这样的话 就符合了你在东江边上 打造百花齐放开放空间的设想 由里到外连成一条六所通道 你现在我要提醒你不要走火入魔 成为魏妍舞那样的装修设计方式 可是是我直言 我在你的设计里 已经看到了太多已知建筑的人 你别忘了 我们的对手是像KPF和威尔金森那样的强手 你知道我是如何在各大级标中 保持长生不完美的 靠的是我的整个能力 我要提醒你 你要学会满足发展上的野心和欲望 要不然你会输得体无万分 可是你也经常提醒我们 一定要避免惯性思维 但是有些惯性思维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比如 我现在想上个洗手机 我告诉你们 投标做项目 无外乎就两种状态吧 一种就好像林小雅这样 永远坚持自己理想 不管你怎么风吹草动 我自归然不动 又臭又硬 这种情况呢 你要是碰到跟你对付的开发商 那当然是一路绿的 你碰到跟你不对付的开发商 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种时候第一个出局的就是你 所以我告诉你 像林孝这样的人 特别容易成为一个怨妇 你们别不信呢 石总 您说什么呢 我那个 那个 石总 另外一种状态是什么 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这样嘛 能屈能伸从善如流嘛 对吧 你有张良绩我有过墙梯嘛 发展商要什么要求 我都能满足他 那我那样要是怨妇的话 您这样就是档妇 你干什么 你再说一遍 是 本来就是嘛 那发展商要什么 我们就给他什么 那不是档妇是什么 石总 家里有孩子 早点下班 别会儿去太活了 没事我跟我妈说了 晚上加班 石总 你别这么快 就否定我的设想行不行 放过我行不行啊 要不然这样 我把我的设想画出来 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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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吧 石总你听我说 真的是 我想安安静静地洗个澡 行不行 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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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崔晓晓 你干吗呢 这是我画的图纸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就把它直接扔进垃圾桶 但你不能不看 你是一宵没睡啊 你是块牛皮糖啊你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都画出来了 你就看看吧 行行我看我看 你去去 给我接杯热水 我要喝咖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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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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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董事长 时光 怎么还又一宿没睡啊 我这一次是完全地颠覆 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是吧 我去看看 毕总 对我还保密 您要相信我 我这一次准备给所有人员 大大的惊喜 怎么了 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别提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的大小姐失踪了 大小姐 思诚啊 笑笑电话 喂 笑笑 你在哪儿啊 我跟芝芝在等你半天了 什么时候到 你都知道 行 没事你先忙你的 饭什么时候都能吃 工作第一 好 管了 刚才你说谁失踪啊 还能谁啊 康思纯 思纯 失踪啊 我怎么不懂啊 这两天啊 你都不知道 把家里都折腾疯了 你说她也不回美国了 学学不上 家也不回 整天神出鬼门 不知道她干什么 人就没了 不对不对 我前两天看见她了 姐 在哪儿看见了 在我们公司啊 找我们公司前台小甜甜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都不知道 急死了 都快报警了 我当时也很纳闷 我还想她怎么突然回国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找她呀 那你觉得她现在在哪儿吗 走 我去公司 你也不早说 小甜甜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闲 好言好语跟你说 你不听是不是 思纯在哪儿 她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儿 没有 她本来要住我那儿的 后来她男朋友来了 她就走了 她男朋友呀 在酒吧认识的呀 一个大叔 你瞎掰的吧你 我没瞎掰 她男朋友开飞机的 都快五十了 我跟你说 你小小年 你不要乱说话 我告诉你 我们家四十年才十八岁 怎么能跟一个五十岁老头 谈恋爱呢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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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 她男朋友 她男朋友真五十了 我还劝她呢 我说你别一口好杯菜 让猪给拱了呀 她不听我的 我去同居 同居啊 在哪儿啊 那开飞机 那老头儿子住哪儿啊 你在这儿给我演仗义 是不是 老话说这份 你必须得告诉我 这男主哪儿 我真不知道 你再说你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小甜甜 我跟你说 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说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我看那样 我就知道你知道 你说实话 她在哪儿 那老东西在哪儿 你是谁啊 我是谁 我是她妈 我是谁 她妈不是死了吗 后妈不是妈呀 赶紧的 快点 别 别潘总 你别没拿我 我答应她 我不能说 小甜甜 我告诉你 思纯因为这个事 她奶奶心脏病都被气发了 你替她保守秘密 不是在帮助她 你是在害她 你是在害人全家的 你知道吗 看到没有 告诉我她在哪儿 在哪儿 你这是在害她呢 谁啊 我 甜甜 来了 怎么又跑出来了 不怕被你们潘总发现啊 四川 四川 对不起 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给我出去 你说你这孩子 你都走了多少天了 你让家里人多着急 干吗呀你 谁要你管我呀 你听我话跟我回去 你奶都急死了 三天没吃饭 你爸几天连觉都睡不好 你谁呀你 你凭什么管我呀你 我告诉你 我看见你我就恶心 你赶紧给我出去 你说你这孩子 怎么不懂事啊 你都走多少天了 你在这儿干吗呢 跟什么一个野男人 怎么还在一起鬼混啊 你怎么那么不自爱呀 太春妮 你说谁不自爱呢 你一个小三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自爱 四川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就说你呢 臭不要脸的小三 我是谁打你 你疯了你敢打我